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 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 都有在那个计划当中 他要预备 要我们预备去做的事情 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 神在我的生命当中 那个预备要我去做的 到底是什么事 我不要在我的一生当中 忙碌了很多事 但是单单就把那个最重要 最应该做的事情 给漏失掉了 我们分享很多圣经的人物 他们是怎么样进入命定的 过去这一系列 我们分享到约瑟 约瑟和玛利亚 是人类历史当中 多么特别的两个人 在耶稣基督的降生上 他们是多么关键性的一个人物 而这两个 他们其实是非常渺小 很平凡的 很渺小 如你如我 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可是上帝用他们做 那个最关键性的事情 他们是怎么样进入命定的 我们分享到约瑟 他怎么样顺服在神的恩典当中 以至于进入命定 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玛利亚 玛利亚是怎么样进入神对他的命定的 我先读这段经文给你听 他说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 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 这个城名叫拿撒勒 到拿撒勒那个地方去 到那个地方去干嘛呢 去找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叫做玛利亚 这个很年轻的女孩子 这个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少女 那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有一个很荣耀的命定 你知道上帝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去让人明白神对他的心意 对约瑟很会做梦 旧约的约瑟 新约的约瑟都很会做梦 他们每次做梦都是很关键性的 你看约瑟生命当中几个很关键 都是在梦里面 神启示他 而玛利亚呢 玛利亚不是做梦 玛利亚其实跟约瑟的方式不一样 是天使直接来到他的家中显现 然后把神要他做的事情告诉他 其实这就是每个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不必去研究 上帝用什么方法让我能够明白 因为神对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 神对我的方法 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能够懂主的心意 他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让你懂神对你的心意 方法对神来讲太简单了 比较重要的关键 不是主那我怎么能明白呢 主知道怎么样让你明白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 不是研究方法 你也不必说 上帝是用那样的方法对他的 上帝你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我 或者是说 上帝对他的方法 其实跟我的方法不一样 我就否定他的方法 也不必 因为那是上帝的事 上帝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让什么人明白他的心意 关键在 我愿不愿意降服 我愿不愿意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猜浅我 你也正在寻求前面的路 你心中也有很多七上八下 你也在想 上帝你要用什么方法让我明白 我再说 方法对上帝而言太简单了 他在等我们 等我们对神说 我愿意